黑黃紅三色國旗 搭配德國傳統八個利亞樂隊 現場歡樂演奏 超龍航空睽違二十五年 再開歐洲新航點 直飛首航 經過十四小時的飛行 德國慕尼黑 我們來啦 國客們一下飛機 就送上德國傳統的薑餅 首舉中文的歡迎光臨 歡迎台灣旅客 來到德國慕尼黑的機場 熱情款待台灣旅客 首航之旅全程高規格 採用三粒歐彩繪機直飛 機場提供米其林三星主廚 中村元季親自打造的餐點 而且所有倉等都能享用 旅客興奮感全寫在臉上 近年來台灣德國雙方 合作關係密切 德國也是台灣在歐洲 第一大貿易夥伴 疫情前 臺灣每年有七到九萬人次入境德國 其中慕尼黑是商業大臣 同時也是觀光重鎮 首航班次三百零九個座位 幾乎全滿 能夠參與這個慕尼黑這個航線 都感到非常的期待跟興奮 我們第一班也都是滿 回來也都是滿 開闢新航店搶儀後市場 除了長榮航空米蘭跟慕尼黑 新宇航空雜晃沖繩一天一班 二零二三年四月再開美國洛杉磯 中華航空維爾納美洲三班 和法蘭克福天天飛 十月新航點的開出 對臺灣旅客往來歐洲 也可以更加便利 而對於航空公司而言 更是準備迎接這報復性的旅遊潮 以上是三立新聞 我們許之雄 方玉祥 在德國慕尼黑的採訪報導